旁边的老百姓说 你别难过 唐蛾还会回来的 你等一等 可是呢 等了一年 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的8月15号 鲁曼尔 8月15号 后裔就在自取家的 库舍院子里边 在桌子上 放了水果 换鹅 肠鹅喜欢吃的 一些点心 等着肠鹅 因为它知道 它的气质在月亮 就慢慢的出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早上 每天早上 你会听到 风鸡一叫 太阳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 好 从此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生活就正常了 回到平常 这个是后裔舍太阳的故事 可是和我们的中秋节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今天要说中秋节 对不对 我们说月饼是 moon cake 现在是sung 为什么 这是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后裔呢 他是一个hero 是个英雄 对不对 对 好 因为他射太阳 他变成了一个英雄 他呢 娶了一个妻子 wife 这个wife 这个妻子呢 叫嫦娥 叫嫦娥 就是在这个 嫦娥 嫦娥是他的妻子 也很漂亮 也很聪明 有一天呢 有一个 这个人 他是昆仑山 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 昆仑山是一个神山 very important mountain 山上有神仙 God Goddess 然后这个queen 这个昆仑山的 这个queen 叫西王武 这个queen啊 或者mother 都可以 就送给了 后裔一个pill 这个pill是一个 你吃了它 如果你吃 你看这个pill 如果我们吃一半 把它分开 一个人吃一半 你可以 长生不老 就是不会 就不会死 如果你是一个pill 你就可以上天 变成God 变成神仙 那后预想 很好的机会 我可以和我的妻子 把它分开 我们俩吃了 就可以怎么样 长生不老 他们准备 在月亮圆的那一天 吃这个鲜丹 这个叫鲜丹 这个叫鲜丹 鲜丹啊 就是这个pill 好 但是 大家想一想 发生了什么 好 有一个坏人 名字叫庞蒙 他呢 他首先说 我想当后裔的学生 跟他学射箭 他想到 他也想学射箭 因为后裔很厉害 旁蒙呢 想跟他学射箭 但是其实他想 再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在8月15号的这个时候 Lunar year 8月15号这一天的早上 后裔带着学生呢 到山上去 练习 练习射箭 旁蒙说 哎呀 我肚子疼 我生病了 我不去了 老师我请假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 是吧 请假 好 但是 后裔走了以后 旁蒙呢 就来到了 后裔的家 你们猜 他要干什么 偷 偷 仙丹 但是 这个仙丹 一直被嫦娥 就在妻子 保管着 放在了自己的一个 一个箱里面 箱子里面 旁蒙想去 偷这个 当然是不行的 嫦娥发现了以后 我不给她 但是她想抢 嫦娥怎么办呢 嫦娥着急啊 不可以给她呀 就放在嘴里 一不小心 就一眼下去 这个时候 发生了什么 她感觉自己的腿 腿累死 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然后慢慢慢慢 慢慢地就飞起来了 她很想停 可是呢 停不下来 她选择了 离地球最近的月亮 在那停下来了 所以从这儿 嫦娥就 就到了月球上 到了月亮上去了 这就是 嫦娥奔月 我们一起说一下 好不好 嫦娥奔月 嫦娥就去了 后遗怎么办 是不是 很难过呀 后遗会不会很难过 后遗赶紧 后遗不知道啊 后遗回来的时候 发现 妻子不见了 再往天上看 月亮上好像有一个 影子 shadow 她的妻子 在月亮上 旁边还有个小兔子 所以呢 心情会好 像李白这样的人 就和大家一样 我们都是离开家道 外地或者 现在你们是外国了 对吧 去一个另外一个国家 这样的人在古代 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叫什么 油 油子 油是什么 旅游 但不是玩 是学习 是找工作 像你们一样 对不对 是学习 是找工作 有压力 对不对 我们要找好工作 我们要 找了好工作 我们可能才会回家 在古代的时候 是这样的 找到了好工作 我们可能才会有机会回家 如果没有好工作 月亮和家乡的诗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月亮和家乡 related 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on and the the hometown are related 好 为什么 这个句子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诗啊 这一首诗呢 这个句子告诉我们 为什么 中国人看到月亮 想到故乡 想到家乡 我们来读一读 好 可以的 来 叫什么名字 主解华 主解华 来 主不愧 主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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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悲怀 有德 月有秘 其缘缺 自是 古南全 但原人长旧 千里共长捐 怎么样 得好啊 你以前听过这个诗吗 你以前听过这个吗 对 学过啊 好 这首诗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诗啊 跟我一起 好吗 人有悲酸离合 悲酸离合 悲酸离合 月有阴晴圆圈圈 月有阴晴圆圈 共产捐 千里共产 好 我们 我们的生活 有的时候有开心的事 有的时候呢 有不开心的事 这就是 不开心 是吧 悲 不开心 sad 悲酸是开心 离是离开 我和我的家人 经常是离开 分开的 对吧 我的爱人 我的家人 离开 分开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 所以这是 悲酸离合 月亮呢 月亮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 它是 圆的 有的时候呢 是弯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 阴晴圆圈 阴天 晴是晴天 对吧 今天也是 海语国际教育 专业的学生 我认识他 那你看这个 橘子的意思 就是 江汉 就是江边 Riverside 江汉 何人是什么人 什么人最早 见到月亮 Who is the first person to see the moon 这是中国人的问题 就是 他在江边 看月亮的时候 说 哎呀 第一个看见 月亮的人在哪 谁第一个 见到月亮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 江月何年 有不到人 from which year the moon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出现 什么时候开始 有月亮 from which year since when the moon appear tuk 好